其實濕果這個治療是用了很久的 因為皮膚的鎖水能力太低了 所以要找一些東西幫助它滋潤皮膚 一個星期左右 應該會有一個很大的改變 從來未試過 但失腫病是我覺得必定要試一次的治療 類固醇能夠一下子落得準落得好 其實可以修復整個場面 當然它不可以長用 可能它一兩個星期就修了 這個是我見很多很難控制 就是因為憂慮藥物的副作用 濕疹是不少香港人常見的皮膚問題 有很多人想解決濕疹的時候 就一定要吃類固醇 但很擔心類固醇會有副作用 到底我們平時可以怎樣預防自己有濕疹 而醫治濕疹也有什麼方法呢 所以我們今天邀請到兒童免疫過敏 及傳染病專科醫生 同時也是香港過敏協護主席 何學工醫生為我們講解一下 何醫生我想知道濕疹這個常見的皮膚問題 在香港到底有多普遍 很普遍 我們講可能十個有一個是有濕疹 可能這十個濕疹當中有一個是很嚴重的濕疹 那你剛剛一開始你又講了濕疹疹 濕疹疹好像經常都被人講得萬惡之手 其實濕疹疹是有口服有局部的治療 大多數的濕疹其實局部治療已經有效 其實不是惡得那麼緊要 也都不是壞得那麼緊要 那你如果真的要用一個短期 它是有很好的控制 所以很多時候就說 解淚固醇 不要讓它上癮 令到你 你都未清楚自己是否 那段時間未醫好 理解不到這個病可以是走入慢性期 那我們不是說呂固醇沒有副作用 但是就 絕大多數人呢 在大大下的程度 是自然脫掉的 那我們經常聽的呂固醇 到底它的原理是怎樣去幫我們 醫治這個濕疹的呢 其實呂固醇是 很重要將那些細胞 是令到它slow down 就是令到它沒有那麼活著 它真的走得慢一點 膨脹得小一點 所有這些機制都會 那所以 呂固醇對於一個 hyper inflammation 很高漲的inflammation 是絕對是最好的藥 將它立即收了下來 淋巴細胞自己不活躍 它連它釋放出來的所有物質 都會少了 它是一個指揮家 那它也會出一些 就是會召喚不同 還會召喚其他類型的細胞 進入那個 那個 手影響的範圍 沒錯 所以這個濾固醇 第一樣東西就進入去 就將所有類似這樣的 免疫細胞都可以壓抑它 何醫生我聽過 你還有一種方法 叫做濕果 這個濕果的原理是怎樣呢 濕果這個治療 就是用了很久 因為它的鎖水能力太低了 皮膚 所以要找一些東西幫它滋潤那個皮膚 還有一些油 有些藥膏 混合在皮膚上 就形成一個膨脹 又希望包住的時候 小朋友或者成人 不要整天失驚無常 然後就去拗 還有那個接觸時間 接觸時間長了一些 藥效就算不用很濃 都可以達到那個效果 所以這個濕果的治療 一直以來都是很有效的 另外有些時候擔心 就是如果有些傷口 看不到蓋住了 會不會發了鹽 或者細菌感染了呢 所以我們就是說 最好的就是那些很乾燥 很頑固 很長期的那些 濕果是有幫助的 又或者在一個監察的底下 是用一段時間 通常都是一個星期左右 應該會有一個很大的改變 從來未試過的人 這些失腫病 我覺得必定要試一次的治療 那有沒有說家庭觀眾 其實都可以在家裏自己 做濕果這個方式 沒錯 就是我們香港國民協會 經常都有一些濕果的工作方 其實就是想鼓勵照顧者 自己能夠學到這個 有資深的護士等等 教你怎樣可以在家居做這件事 那製作濕果呢 其實需要些什麼工具 最好是有些有彈性一點的那些沙布 因為它比較有少少微微的壓力 壓住它沒有那麼容易掉 當然那個概念 其實可以利用舊衣 那些內衣 通常是一層噴濕了 另外一層是乾的 最重要是你撇除那種感覺是 濕傷 很害怕 那種那種的觀念 因為它們其實的體是很熱的 它們本身是經常發炎的 它們需要鎖水 可以保住它沒有散熱散得太快 所以這個濕果加油 加一些的藥膏 包一層再加一層乾的沙布 那就是一個最好的對濕疾的治療 那一般濕果是要敷多久 或者包多久就是需要換一個沙布 其實我們通常可以包很長時間都可以 譬如你由早到晚都可以 不過如果它 包包下乾了 那有些時候可以噴濕它 那就可以維持越長的時間 就愈有好處 我想問一下除了類固醇之外 還有什麼其他方法可以治療濕疹 是的 我們不是那麼單調的 其實處理嚴重的濕疹 其實有淡淡種種的 當然我們也不否定 類固醇其實是其中一個主個案 它的起效也都相當快 但是如果我們 邏舉各類型的治療 其實我們大部分都會分為局部治療 或者是全新的治療 就算局部用的藥膏當中都分三類 一種純粹都是皮膚護理的 皮膚的清潔、皮膚護理 消毒或者是放菌 另外一類純粹是藥膏當中 飽造一類固醇去急性地將鹽漸降低 甚至可以將它稀息 或者將它的度數降低 是維持多一段時間 在不同的部位 可能用不同類型的類固醇 會減低 它令到皮膚萎縮 或者薄了副作用 所以有很多變化 類固醇那些 第三個就是我們說的 非類固醇的處方式藥物 這三個都是可以適當的配合 這個部治療當中 是會處理了九成的病 有十個百分之一 怎樣的部治療都不行 我們進入了一些叫系統性的治療 系統性的治療通常 其實有些時候最嚴重的發作 全身可能要收入醫院 進來可能有抗生素 口服抗生素 之後 全部燒掉它的菌 因為它可能有金網葡萄球菌 有些時候偶爾有些人的大發作 偶爾就要附著口服抗生素 其實類固醇是一個最好的消炎藥 它可以將很多的犯人因子 一下子按下 抗生素的情況 是一個很混亂的場面 好像打仗一樣 所以最好是在源頭那裡控制 你要和平解決 你就要在 抓住一個領導 抓住一個領導 擒擦先擒 所以你如果類固醇 一下子下得準下得好 其實可以收復整個場面 當然它不可以長用 可能它在講一兩個星期就收了 我們怎樣後續的全身治療 以前有些叫做 比如趙登 趙登的難處 它很難找一個機器給你照 所以去到最多的三種的全身治療 就是免疫激劑 以前有三種讓我們選擇 比如MTX、MMF或者CSP的環拋數 這三種當中是成人最容易接受 小朋友媽媽通常都很難過過一關 聽到有機會壓抑免疫系統 或者有少少感染的機會 他都不想要的 但是那個就是去取捨 現在我們多了一個手段 就是在十二歲以上 開始有一些小分子的肌症 他的子痕能力很強 有一些可以很精準地封阻了這些子痕 所以這個子到痕 可能跟著的診就有進步 這個機制都有 當然生物肌症也是用這個原理 他生物肌症就知道這些皮膚 type 2 inflammation的體質當中 他有一些抗體 瘦體是很活躍 例如這個Io-4 Io-13 這個已經是很明顯的 一個免疫機制當中的 這個界體 我們叫Mediator 我們如果封阻了他 或者Block了他 就是阻斷了他 下面所有東西都會順暢 但是他又變成很標靶的 針對成 其他外液出來的輔助用 變相對很少 就是這兩套新的防線 令到我們處理最難醫的濕疹 變成一個順身大增 和效果也是立乾見影 也有些人說 我們濕疹會經過青春期之後 會自己康復 所以其實小時候就不需要怎樣理 你又怎樣看這個說法呢 不同意 但是知道濕疹是大了 有一部分是叫掉了 或者是沒有那麼嚴重 但是我們就說 如果輕視他 或者死人 引到他大好 這個其實不適合 我們有見一些很小的小朋友 越發作越差 接著影響生長 睡覺睡眠 甚至有過度活躍等等 因為他太痕癢了 我期望就是 那些人能夠盡快 用一個星期的時間 控制他 如果你被他拖到一個月兩個月 就很慘了 然後整個免疫系統 都會有很強烈的記憶 對這件事 變成用比較重的手段 才能禁止他 所以對家庭觀眾來說 最重要是把握 由濕疹的第一個星期 黃金時期 就及早去治療了 今天多謝學醫生 跟我們分享了這麼多 如果你喜歡我們今天的短片 記得分享給你的朋友 以及訂閱健康媽 有什麼問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們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